最有过年气氛 有围村保留着延放爆竹的传统 送龙、迎蛇、文桥康的体黄 爆竹一声迎新碎 爆竹声此起比落 新年的气氛更加浓厚 新界不少围村 仍然保留着传统习俗 在大年初一放炮奖 祈求碎碎平安 祝大家在整年万事胜宜 亚洲电视记者在文桥康报道 严小市民就去到大埔临村的 许愿树道许愿祈福 梁叔同学看 你抛 我又抛 大人小朋友都来到临村许愿树 将愿望写在宝蝶再抛上树 希望蛇年事事如意 除了传统的拔宝蝶之外 市民也可以在红纸上写上月望 再放在许愿灯上祈福 新春期间 许愿广场会举办嘉年华会 和同六日 让大家感受一下 抛香糕的春节气氛 亚洲电视记者在梁素亭博道 处理行政 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恨市民拜年 祝愿市民安居乐业 公祝大家在蛇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学生就是快高长大 学业进步 现在拍拖的朋友 没多久就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希望大家早点能够结婚 生子 为我们香港的下一代 需要分历 林郑月娥说 政府会一如以往 继续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民生 野机场就逼满外游过年的市民 有旅行社说 七成旅行团是属于豪华团 估计今个农历年的营业额 至少增加两成 金灵同报道 机场离境大堂人头涌涌 排满办理登基手组家人龙 不少是一家大小到日本过年 灾团的时候还没回落那么多 现在回落那么多 很明显再会买东西 现在便宜了的话 去日本买东西或去玩都会便宜 心情都挺紧张的 为什么呢 去滑雪 第二度过新年 开心、兴奋 还有特别一点 难忘一点的记忆 旅行社的负责人就说 日元贬值令日本团热卖 大家去到日本 过往可能大一万港元的消费 是抢10万日元 今天可以抢12万日元 你觉得就好像有两成的折养 有旅行社负责人就说 豪华团更加特别抢手 团费都差不多接近三万元 但是没想过出去市场时 最早就是布满了这一类的产品 看到旅游的市场 特别是农历年 这方面高质素的产品 比较会高一点 大概是佔了农历年的时候 差不多有七成的产品 都是一些豪华团 除了日本团 东南亚短线团都一样吸引 入境处就预计 今个农历新年出入境的旅客 将会首次突破800万人士 比去年上升超过一成 亚洲电视记者金铃同报道 野大随直 不少市民外出行年销 在维园有干货档和花档都减价触销 不少摊档都说销成理想 踏入大年初一 维园仍然人山人海 逼满了行年销的人 第一次行年销的小朋友就特别开心 看到很多漂亮的东西 今天有买了什么 买了一个气球的企业 周围都说大感价 这一档说砍价 这一档就说要钱不要货 当主都把握着最后的机会 充斥清货 有卖蛇型公仔密的档口 就仅价促销 头一买其实买一对38元 今天我们已经买到22元 一对两对40元了 不过这一档专买造型的汤档 销情就比较好 售价不减凡价 今晚主要有信心 刚才我们来了几个已经买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升少许价格 失货方面有花档就说脂肪挺好 由于仙花不能打得走或转放 要减价一半来触销 利润仍然可观 减了很多了 原本80多元一支 现在减了40元了 今年有得赚就当然赚很多了 过了12点之后 时间一路减了一路减了 减了天亮 又买到便宝的市民就最开心 比较便宜 之前都是买80元 不知80元还是90元 现在都是买100元两粗 买个二头 还有对应要大家身体健康 在旺角花去 同样是人头涌涌 有摊档耳驚声促销 每一档都希望把握 最后机会清货 赚回不新年财 一百元两支 一百元两支 演员份过后 不少摊档都割价促销 花档都大减价 希望快速收路 有些卖人出的一大批桃花 就被档主遗弃 送龙迎舍 不少善信去到黄大仙慈 上头桌香 祈求新一年 事事顺利 文桥康报导 答正指示 先信上头桌香 祈求整年心想事成 香港环境好 家人平安 个个平安身体健康 平安身体健康健康 身体好 世界河边最好 黄大仙慈 通宵开放战年初一 下午6点半 预计会有十几万人次 到持祈福 亚洲电视记者 文桥康报道 华谷大仗 华人垄跷 中文桥康报道 路华人满路